快乐星期天 校园歌喉站这个星期请来了天后张慧妹担任客座评审 参赛者一看到偶像前来 不但唱得更加卖力 一听到阿妹喊出他们的名字 有人甚至兴奋地说不出话来 快乐星期天 校园歌喉站这个礼拜不一样 天后阿妹偏然降临 担任PK大战的评审 11位校园冠军分成丐帮 太子帮 拼人气 真冠军 张静乔一首阿妹的《记得》唱得如痴如醉 一年来累积了不少粉丝的校园冠军 这下也全都成了小歌迷 虽然这回没有读舌评审 不过同学们一看到阿妹 兴奋到连尾音都在抖 杨成军就是刚刚唱歌的时候 他的很明显他的那个抖音就是会有点激动一点 然后那个乔乔 他教你瞧瞧耶 他们两个倒在一起说我们都软了 连叫到名字都差点腿软 同学们一谈到偶像的歌唱功力 只说自己要多学习 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够把歌的那种情感啊 就是很深深地打进你自己的心态里面 有自己的专辑的时候 可能那个时候就开始要磨练属于自己的唱歌的方式 然后还有自己的风格 那个是比较重要的 同样也是歌唱比赛出生的阿妹 更鼓励这群年轻人坚持歌唱的兴趣 未来将有更多的闪亮之心 有了天后的鼓励 让校园冠军们唱的事更加起劲了 记者张熊休闻夜台北报道 在带你看到花莲